由台大戲劇系的畢業校友所組成的 獨演巨人第四號作品 玫瑰色的國 劇團以戲中戲的方式來演繹 帶領觀眾逐一回顧 包括保釣運動 美一島 野百合學運 一直到近期的反合運動 還有多元成家和剛落幕的太陽花學運等等 台灣這些年來重大的社運和社會議題 希望大家對於公共議題有更多的關注 欸 反服帽的學運已經攻進行政院了 真的假的 我還想拍什麼戲啊 快點去幫忙啊 頭戴安全帽 手持盾牌 步伐一致的向抗議人士步步逼近 重現學運還有社運的景靈衝突場面 這是獨演巨人的新作玫瑰色的國 這齣戲主要是發想於 就是張璇的歌曲玫瑰色的你 張璇那首歌是獻給 就是所有的社運工作者的一首歌 那我反而 可是我這齣戲反而想要把它轉化成 就是我想要獻給 在這座島嶼上用自己方式 不管我們的立場如何 以台灣社會運動為創作主軸 玫瑰色的國將時空推進到2034年 推搶未來的20年將發生什麼樣的改變 2028年台灣北部發生了極為嚴重的地震 甚至一般的海嘯 地震與海嘯使得先天就設計過 讓台電核四場發生了台灣史上第一起核災 我們根據現在台灣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我們去做一個假想 我們一般社會大眾所面對這些問題的態度 就會決定我們未來20年可能會過的是怎樣的生活 我在度打台電視 新聞上次在傳播 雲林台西鄉的反核活動 現場的民眾與警方爆發了嚴重的肢體衝突 我突然往下失控的大吼 保調 反核 反東部開發 野百核 美麗島衝突 多元成家 獨立公投 一直到太陽花學運 台灣這些年的社會運動和重大公共議題都在其中 20年的時空演進 導演周一誠以舞蹈做轉換 從苦勞網到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從台西村的六青到台東的美麗灣 玫瑰色的國不只是回顧台灣的社運史 更喚醒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